来自中国的新著名雷体峰 常年在地区的社福机构工作 透过跟长辈接触的机会 了解金门的民情风俗 也因为长辈们的分享 让他个人获益良多 制作一段影片 得到内政部移民署竹梦计划的肯定 移民署副署长等人特地来金门 帮他表扬跟鼓励 跟他们做互动 让他们把金门的一些经验 做分享给我们传承 做一些传承文化 移民署陆委会和海基会等人来金门 关怀离岛的新著名 第一站来到福田家园 了解长期在社福机构工作的雷体峰 透过跟长辈们的接触认识金门 同时以生活不留白 我的酷炫拍主题录制一段影片 参加移民署的竹梦计划并获奖 因为我刚好在读社工系 就是三年级的学生 就是我们那个老师也积极就说 就是鼓励我们去就是学业自用 参加这样有就是那个有意义的活动 就是当初我们刚好在学业方案设计评估 所以我们就去参加 说试试看 看能不能获奖 移民署有这样好的机会给我们 我们就说试试看吧 我们就背了很多心血 也还是能够获奖 真的是觉得不简单 自己一个赞 长辈互动吗 因为我们金门是比较老文比较淳朴 比较就是说很单纯 也就是他们对我们 这些都是一些怀旧的课程 也激发老文家的兴趣 跟老文家在那个分享中 老文家很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些 他们过往夏兰一样 比方说他们我们早期基本是 那个农业社会 他们像我们就是那个 彰化年年鹅草的那个 他们就分享了一些农作 分享很多 就说一些小的都是偏方 或者是那些 或者是哪些能够治喉咙痛 或者是治皮肤病那些小的 因为他们是农作时代 他们就有很好的这样子传承给我们 我们也是 我们最后也带我们的孩子 去田间低头 去采这些就是小的偏方的草药 那些东西 像泡水喝啊 喉咙痛泡水喝啊 对 真的是很好的分享 长辈 57岁的雷体峰 从时丢了32年的书本 目前是金门大学社会工作系 三年级的学生 雷体峰表示 越了解金门就越爱金门 他有一个梦想 希望带领更多的新著名姐妹 共同参加社福长照的行列 六十岁争取六十岁拿到金门大学的毕业证 你现在几岁啊 我现在 57 我在那个社福机构服务了13年 就是在了身心障碍者机构 就是 也两次 就被评为那个社福有公开模 一年跟106年 这是我付出的一种收获吧 我很感激我们那个园长 就是我在这边也 以前我刚离婚的时候 因为我孩子还小 所以我就说 在这边 就是园长跟我们很谈心的工作 就是我就 一直在社福机构工作 就一直也没有换工作 就一直在这边延续 转职到福田家园 所以说现在当我们那个教堡副组长 我做些都到神根办 就是 我老就说 跟那个年轻人同步嘛 不太多和他们 我们就说 只有说自己加油一点 努力一点 看看我们 新住民的雷体峰女士 那她在这个社福这个区块 做得非常的好 那其实她今年有申请 得到我们移民署 这个竹梦计划 她是获奖人 那么她利用这个计划 那么拍了一系列的一些照片 那么也请我们老人家 讲一讲金门的历史文物 那我们让给我们新住民的姐妹 来了解金门当地的这个文化风俗 那么这样子让老人家 有成就感 那我们新住民的朋友 也深刻的体验 金门在地的一个文化 保障新住民宽平上网的这个计划 是我们移民署提供 700台的这个平板的出借的这个计划 我们新住民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到我们服务站来接 那或者是打电话 就可以给你宅配到家 那这是非常的便利 最主要是让新住民朋友 他也能够学习怎么样来用 现代化的这些资讯化的一些用品 那也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照相啊 或做一些简单的一些运用 或者做联系 跟家人来联络都可以 所以这个是很棒的一个计划 我们欢迎新住民朋友 多加来利用 移民署保障新住民宽平上网 提供的免费平板电脑借用服务 雷体风相当有感 因此制作这段获奖影片 移民署副署长肯定雷体风的计划 激发本地长辈的潜能 让长辈以讲故事的方式 和新住民姐妹分享金门在地历史 透过互动 让长辈得到成就感 也让新住民更了解金门文化 感谢观看